无限的荣华富贵,也会瞬间及时,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,没有人能够带走,哪怕伊丽莎,人这一生,若是能够早点醒悟过来,走的时候,也就不会空流遗憾或悔恨。 生活,其实就是一种修行,不仅要修身,更要修心,不谈是有定力,不准是有气度,不怒是有修养,不辨是有智慧,心态,习惯,素质,个性,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高度,一个会生活的人,常常是站在一定的高度,审视周围的一切,因为看得更清楚,所以活得更舒展,更懂得去欣赏生活。 享受生活,而不是被生活所奴役,别把生活当负担,别把日子扩得乱七八糟,别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,要知道,投资生命,最终一定会得不偿失,若是能够将心态放平和,可能一切都会有所改变。 所谓的名利财富,荣辱得失,不过是身外之物,我们可以,为之奔斗,却不可被其奴役,该放手的时候,不拖泥带水,该省气的时候,毫不犹豫,千万不可身陷其中,忘了自己为何而活,是不待我,去而不复归。 在生命的轮回里,没有人会有力吧,所以,无论如何,都要珍惜属于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,瓢瓢实实做人,踏踏实实做事,开开心心生活,宣言,是一种态度,再难也要坚持,需要您的鼓励,感谢信任和支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